明天的錄影 明天的錄影 不調好的話 你上面調好的那個醬料 跟那個東西 到時候下去的話 品皮會不脆 認真教學 一個細節都不放過 學生更是仔細聆聽 抄斜筆記 很簡單 你們就給它切成片 幾乎每一位筆記不離身 套在桌上 也要記下老師說的話 因為他們知道 這位來自香港的廚師張正 來台20多年過獎不斷 擁有一生好處意 當然你當師傅 可能在外面業界來講的話 可能你賺的錢 人家就是說 可能你做一大師傅 可能就是十幾二十萬 跑不掉 因為你的經驗夠了 你的本事也夠了 其實自己有一些功夫 很好的功夫 但是就是說 不知道怎麼去給人家 就是說想說 既然現在台灣的學校來講的話 職業學校非常的多 而且對台灣的年輕的小孩子來講 讀職業學校 這是他們的一種興趣 那剛好趁著這個機會 我覺得說 我來到學校 可以把我的東西傳承給那些學生 放棄高薪機會 到職業學校 教餐飲科系學生 張正秉持的是廚藝傳承的理念 好廚藝讓他的料理有曝光度 而學校也讓他有研發料理的空間 及時間 就譬如說 就像我目前要推一些五行的料理 用蔬果菜 讓人家吃的就是比較健康 那我來這邊就是說 大致上就是學校給我的一個 就是說能夠把學校的發黃更大 然後帶學生出去比賽 對 因為我覺得把自己的東西 交給學生 那學生能夠把它做出來 對我自己來講也算是一種 因為畢竟你看我看起來很年輕 其實我五十多歲了 對 所以說怎麼講 有時候還是希望一些年輕人出去 對張正來說 領不領高薪不是重點 學生的成長才是他最佳成就感來源